很高興大概經過將近二十年 十幾年前 你到我東海的末河盆眼鏡店 跟你先生來配過眼鏡 那我記得你先生叫全哥 是啊 你會記得他 對 十幾二十年前 那全哥那時候怎麼會來找我配眼鏡 還從何美來 因為他是近方的祭司 那因為有認識眼鏡堂 然後介紹才知道有陳老師這一個人 是你先生全哥那時候 因為他走路有不方便 所以趁著拐杖的時候 其實他會晃動 那多加點晶片在一個人走路晃動的時候 會產生左右眼融向的困難 對 所以是需要比較一點特殊一點的 厭配技巧 是啊 所以因為我之前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提到他的案例 所以我會記得 所以今天是為什麼來找我 也一樣又從何美來 其實應該是說我在上一副眼鏡要換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想來這邊找你 可是說實在的 我本身也就是生長者 所以說我其實要從何美來台中 他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要找一個人 在專門的把他載我過來 然後就是有一點點的困難度 那後來就就近在住所的附近配 可是在這幾年當中 我配了兩三服也有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讓我戴起來 會舒服性還有持久性 就是說我還是覺得這一邊的厭光 讓我會眼球很舒服 因為我長時間需要用到眼睛 就是我的電腦 我做會計 可是我的文件看得也多 但是眼睛配得不好的話 眼睛配得不好的話 我眼睛很容易乾涩 那我現在又因為有非紋症 所以我在看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看文件的時候 然後我雖然也是一樣配那種 就是比較多焦的 但是很快的我的眼睛就會很累 然後就是這樣子 我已經配了好幾步 我覺得不OK啦 我覺得我還是得回來找你 因為他會有那麼久的時間 再回到這邊來 對 是 臉上戴的這支眼鏡是 在其他地方配的 是 已經配多久了 大概只有兩年多三年 兩年多三年 對 這支眼鏡你剛配好的時候 在看你的手機 看你的筆記型電腦 或開車 這三方面都好嗎 還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剛開始的時候都OK 但是到了過大概一年多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我的 我的那個看文件開始流 吃力了 然後到了最近大概一年 更嚴重 我就都必須把我的眼鏡拿掉 看手機然後看文件 它會是清晰的 是 對 但是因為你筋是有五六百度 對 所以當你把眼鏡拿下來 說你文件要拿 對 要很近 要很近 對 變成要很近 也是可以看清楚 但是就要很近 對 很近的情況之下 其實也沒有辦法撐很久 沒有辦法撐很久 因為會很乾涩 會很乾涩 對 眼球會不舒服 要看見 會不小心 會不如 會不萬職 把眼鏡打下 會不傷 會不動